坐下 干嘛要上床 为什么关门 你还想继续留在公司吗 行 那你就要配合我 我为什么要学猫叫 这不是得培养一下感情吗 行了吧 夸着我 这样 离我近点 这样 这样 差不多了 开始了啊 姥姥 这个是我女朋友唐诗 听说她不小心把您给得罪了 我先替她给您道个歉 希望您千万不要投诉她 好吧 姥姥 姥姥好 我知道错了 请您原谅我 姥姥 您千万不要把她给开除了 也不要拆散我们 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再也找不到女朋友了 这样我就去找我哥 我天天跟我哥玩 害得我哥也找不着女朋友 我们两个就全变成两只单身狗 天天住在狗窝里 我可是认真的啊 平时挺厉害的嘛 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这样就真的能让我留在公司了吗 我这个办法肯定管用 明天你就能回公司上班了 姥姥 这个是我女朋友唐诗 听说她不小心把您给得罪了 我先替她给您道个歉 希望您千万不要投诉她 我不是告诉魏然了吗 让唐诗离录音远一点 怎么和卢香搅在一起了 这么快就亲上了 这年轻人真让人理解不了啊 姥姥好 我知道错了 请您原谅我 原谅你 想得到没 姥姥 您千万不要把它给开除了 也不要拆散我们 这样我就再也找不到女朋友了 这样我就去找我哥 我天天跟我哥玩 害得我哥也找不着女朋友 那我们两个人 就全变成两只单身狗 天天住在狗窝里 我可认真的 这唐诗 是碎城护鱼的总监 脾气冲了点 他看着也可以 至少能管住陆下 别让他再任性 也能让我省心哪 我知道你肯定喜欢这个手办 我专门买了送给你的 就作为对上次的补偿吧 以后好好游戏 开开心心地工作 看不出来 你品了还不错嘛 没想到他还是个大暖男 这么贴心 什么鬼 都是假象 我 我饿了 猪肉炖粉条 走着 欢迎大表哥来争取三名 薯片 尤其你的 虽然是垃圾食品 但友谊心情愉悦哦 谢谢大表哥 来 鸭脖 鸭头 董小鸭是你的啊 平时老爱看书 好好补补脑啊 谢谢大表哥 蜂蜜 好乐啊 给你的 每天一小勺 滋补养颜 美白皮肤哦 大表哥 你这也太偏心了吧 人桃桃现在已经在蜜罐里了 用不着你这蜂蜜 不如就让我和莫菲 帮你解决了吧 蜜罐 什么蜜罐 我怎么不知道 尤其 你别瞎说 这事 我还没关开呢 陶乐 什么事啊 这么开心 还对我保密呢 还不能告诉我呢 行 算我白来了 我本来也没想瞒你嘛 就是吧 我前两天 见到陆哥的奶奶了 他老人家十分认可我 我跟陆哥的事呢 早晚的事 常乐 你怎么了 你不听我高兴啊 不是 这事就这么定了 会不会太快了点啊 怎么会呢 陆哥是奶奶一手带大的 他不听奶奶的话 那可就是找揍呢 我这叫苍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迎开见月明了 奶奶成功 万岁 哎 尤其小样 看来我有必要给你们上一节 婆媳关系公开课了 陶乐这样 太危险 太可怕 太闹心 哎 谈得还不错啊 谁谈的 不知道 进去看看 走 挺有意思的 嗯 好长时间不谈了 手有点生了 可惜啊 如果你会垫贝斯 我一定会邀请你加入的 垫贝斯我真不会 从小我就喜欢古装 以后也不打算变 对 你们两个回去要多多练习知道吧 行好的 陶乐再见 拜拜 拜拜 陶乐 大陆哥 你 你 你这是刚练完跆拳道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去音乐社团转了转 音乐社团 你还喜欢玩音乐啊 玩 那你这箱子里装的是乐器吧 什么乐器啊 我能看看吗 是古装 下次吧 有机会专门谈给你听 好啊 对了 这边有一个明月乐房 他们怎么没人了呀 可能是因为毕业季了吧 大家都去找工作了 那边好像还有一个音乐社团 你不会是想要加入吧 我去找过他们了 但是 为什么呀 古装多好听啊 不是 因为我这是明月 他们那是西洋约 说是结合不到一起去 行吧 你先忙 我得赶紧再去找找他们 看看能不能找着一个半个的 行 那你加油啊 行 心情不错嘛 谢谢 这么就完了 那还要怎样 感谢的方法有很多种啊 第一种就是用语言说谢谢 第二种是用行动 以身相许 嫁给我 陆总 这里是公司 请你注意你的言行举止 那只能用最后一种了 用钱 请我吃大餐 吃什么大餐啊 陆总让我请他吃大餐 这个一定要请 还得请我呢 为了能让你回公司 我这电话可没少的 嘴皮子都磨破了 好 谢谢宗总 谢就不用了 我对下属怎么样 你是最清楚的吗 对 宗总一直都把员工当一家人 对呀 我一向把你们当兄弟姐妹 但是啊 今后对我的考评上呢 你一定要秉公执法 别照顾我 虽说我是公司的总经理 但是我坚决支持你 一事同仁 嗯 宗总的意思 就是说他上周迟到的事情 你要公事公办 一事同仁 是吧 宗总 一事同仁嘛 陆总 今天呢 匹诺曹要陪美国老板 埃里斯过来洽谈合作项目 你好好准备一下 十点钟 会议时间 好